第六百四十一集 陈大佬眷灵六 M周偶遇,大佬在必有大事发生 曲子香恍惚着,听到发小的这一句 她整个人也反应过来 整张脸阴沉 两年前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就被曲太太知道了 曲太太心脏病发,差点离世 那时候欧阳威查到是合尘私底下让人通知了曲太太 从那时候开始,曲子香再也不敢随意在曲太太面前提离婚 曲想到这里,子香打电话给了曲家 曲家,是曲管家接的电话 她惊讶地开口询问 少爷,您这么晚有事吗? 听曲管家的声音像是没事 曲子香拿着手机的手渐渐握紧 她放缓了声音 我妈她休息了吗? 刚刚跟少夫人视频完,心情好着呢 曲管家笑了声 是吗?他们说了什么? 曲子香眸光挺沉 曲管家继续笑 少夫人已经出国了 她还说要给太太带特产 那就是没说离婚的事 曲子香松了一口气 跟曲管家说了一声就挂了电话 次日早上九点 曲子香正在会议室 跟几个人商量讨论GC集团的事情 时间紧迫 这两天手底下的人都没有拿出来让曲子香认可的方案 至于管持 曲子香有派手下的人联系她 投其所好 策划部再重新规划一部分音效战略 代言人就宋青青吧 曲子香打断了这个策划 我们最近的知名度上升不少 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最近因为神之玉这部魔幻剧在国外开机 连带着曲家产品的知名度都蹭蹭上涨 宋青青做曲家产品的代言人 一是因为她正好是神之玉的女儿 二是因为底下的人看出来 曲子香对宋青青不一样 曲子香一系列吩咐下去 就回办公室 刚回去 秘书就在门口等她 并开口 曲总 少夫人的律师等你很久了 让她进来 曲子香脚步顿一下 直接吩咐 秘书去休息室请那位秘书 曲子香才回到座位 思考和何晨离婚后的协议 当初她跟何晨约法三章 婚后不参与对方的任何事 除了曲太太这里 何晨其他地方她还是满意的 曲子香正想着 秘书已经将何晨的律师带回来了 对方一丝不苟地穿着黑色西装 拿着公文包 气势不凡 尤其是那双带笑的眼睛 莫名地给人压力感 曲先生 您好 我是何小姐的律师 姓七 她拿出来离婚协议 让曲子香签署 离婚协议曲子香已经看过 此时再看一遍 上面的何晨净身出户 不需要曲家一份财产 她还是忍不住顿了下 进而抬眸 这一项化掉 我会给她一套一号院的房子 还有五百万 七成军继续微笑 她离婚官司没有打过 但在人心和法律面前依旧是她的主场 不过一个小时 曲子香就签署了具备法律效率的离婚协议 一事两份 七成军拿好一份 同曲子香告别 直接去民政局 倒是曲子香 她拿着另外一份离婚协议 看着七成军的背影 挺意外 这个七律 听起来有些耳熟 尤其是对方一身气势 就不太像是普通人 不过曲子香已经不想这些了 看着手边的离婚协议 她更是松了一口气 终于离婚了 一个星期后 M周 何臣站在异国街头 在自主贩卖机拿了罐啤酒 一边戴上耳机给常宁打电话 常宁老大 情报我发了加密 手机那头的常宁看了看 还在M周吧 还有另外一个案子需要你去查查 脉络 在M周影视基地洗黑钱 何臣单手拉开了拉环 喝了口啤酒 瞇眼 资料发给我 M周不好糊弄 需要孤狼帮你伪装一份资料 常宁开口 不用 我有个摄影证 影视基地 摄影师最好用不过 她挂断电话 跟国内请了假 不远处 林雨珊拿着两袋面包 匆匆赶过来 陈姐 对不起 超市人太多了 我们赶得及飞机吧 不用 何臣喝下最后一口啤酒 正好接到常宁发过来的资料 眉眼垂着 一边翻案件 一边开口 我暂时不回国 你把采访稿带回去 她这句话刚说完 林雨珊也收到了上司的电话 陈姐 总编让我跟你一起 再去跑一趟影视基地 那边出现了一件大学生失踪案件 需要我们去追踪 林雨珊举了举手机 和辰点头 嗯 那我们去吧 怎么去啊 陈姐 林雨珊拿着手机联系在M州 带他们的人 眉头拧紧 挺担忧的 M州不能乱跑 那边接头的人联系不到 有点奇怪 一般会派对接人员来接他们 毕竟M州太乱 有国际驾驶证吗 林雨珊还没说完 和辰把酒瓶捏扁 林雨珊愣愣点头 哟 那就行 和辰打了个响指 等着 不过十分钟 一辆黑色的车停在和辰身边 驾驶座上的人 恭敬地把车钥匙 还有通行证递给和辰 和辰喝了酒 也不去开车 就把摄像机放在后座 指使林雨珊开车 自己找导航 林雨珊有些懵逼地 拿着钥匙去开车 半个多小时之后 到达影视基地 M州影视基地 全世界最大的影视基地 和辰靠在后座睡觉 被手机铃声吵醒 喂 他打着哈欠按了接听键 听说你赢业了 那边是一道中年男生 说完这一句 还夹杂着他的怒吼 你是没有表情吗 你们宗派的人都为你死了 你就不能流一滴泪 那边骂骂咧咧的一句 然后又转回来 也不等合成回答 直接倒 我这边有一幕镜头 这几个演员不省事 你过来帮我参谋参谋 正好还有一个人 平面广告 你拍一下 行 和辰懒洋洋地硬着 没几秒就收到了一个地址 然后带着林雨珊下车 陈姐 我们是去哪儿 林雨珊拿着摄影机 在各国人之间 小心翼翼地穿梭 找大导演 和辰扶了扶衣袖 M周的人都挺凶 林雨珊不敢到处看人 小媳妇一样跟在和辰身后 影视城中心 和辰刚到 一个倒扣着鸭舌帽的年轻男人 就看到了和辰 陈姐 你可来了 林导快把那几个小鲜肉骂死了 他指了个方位 让和辰进去 自己却是不敢进去 隔着老远 就能看到传说中的林导 已经停了拍摄 正在跟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讲戏 看起来心情要好了很多 和辰还没说话 身后忽然一道男声传来 少 何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熟悉的声音 和辰也拧了拧眉 侧头看了看 正好看到 曲子霄和他的秘书都看着他 曲子霄身侧 还站着一个挺高条的女人 秘书下意识地皱眉看他 这话是秘书说的 而曲子霄 谋色翻涌 他有想过 何辰这么痛快地离婚 肯定定有蹊跷 林雨山是知道 曲子霄这个人的 还见过他不少花边新闻 何辰觉得他上辈子 是欠了曲子霄钱吧 哪哪都能偶遇 若不是如此 曲子霄也不会一直怀疑 他在跟踪他 有事 何辰扛着摄像机 这位是 之前站在曲子霄身侧的女人 看着何辰 曲子霄的秘书连忙道 宋小姐 她 她是新渔记的记者 是来跑新闻的 原来如此 宋青青眉眼挺张扬的 她看了何辰一眼 笑着开口 曲少 你让他们赶紧走吧 林导跟秦颖帝 很不喜欢狗子 今天林导还在发脾气 要是被他们知道 你们进来 可没好果子吃 只是这语气 听得让林雨山很不舒服 何辰离婚的消息 只有几个人知道 林雨山并不知道 她看着曲子霄和宋青青就有气 何辰 曲子霄往前走了一步 她抓着何辰的胳膊 用之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眸光凛冽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最好不要再惹事 何辰手臂一个巧劲 轻松地挣脱了曲子霄的禁锢 跟曲子霄离婚后 她连敷衍也不想敷衍曲子霄了 曲子霄只觉得虎口一麻 抬头 何辰直接越过她往里面走 何辰 门内 一个人拿着保温杯匆匆出来 曲子霄也懒得管何辰 看到出来的人 礼貌地开口 陈哥 秦修臣的经纪人 陈宇 以秦修臣现在的地位 就算是京城的几位公子哥 也要给陈哥三分薄面 这也是曲子霄叫她陈哥的原因 宋青青也变了神色 挺敬仰的 陈哥 曲子霄是神之羽的投资人之一 陈宇也认识她 笑着同曲子霄打招呼 只是下意识地觉得有哪里不对 她捧着保温杯 忽然想起来什么 连忙转身 何辰还没走远 她看着她的背影 战战兢兢地 何 何小姐 这影视基地是要出什么事了 第六百四十二集 陈大老隽灵七 陈鸟乱七八糟的马甲 对于在这个地方看到何臣这件事 经纪人确实惩惶惩恐 毕竟他清晰地记得 当初秦染婚宴上的时候 何臣是坐在刺席的 虽然秦染跟何臣说话随意 但经纪人知道 秦染震惊起来的时候 也是叫这位何臣小姐陈姐的 听到声音 何臣测了测身 一眼就看到徐宇 何臣跟秦家人接触的不多 但胜在记性好 也跟陈宇说过几句话 一眼就将人认出来 挑眉 你们在这儿拍戏 对 看到何臣 陈宇也不打算出去了 他站在原地 握着保温杯的手也略显曲奇 何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 找领导 这里是影视基地 遇见秦染的叔叔 也挺正常的 顺便跑个新闻 陈宇目送何臣去找领导 等他走远了 绕过一棵树 停在了正在讲戏的领导 跟秦修臣身边 他才收回目光 曲总 我这边帮秦影帝拿个东西 陈宇转过身 同曲子肖告别 语气比较刚刚 要稍想活络一点 曲子肖看着何臣的动作 愣了两秒钟 才陈宇汗手 陈宇跟曲子肖打完招呼后 直接离开 曲子肖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继续看向何臣的方向 何臣正随手 把领导的专用讲戏小板凳 拖到自己屁股底下坐着 而脾气暴躁的领导 只瞥了他一眼 也没说什么 拍摄现场 自从两个小鲜肉 把导演气到之后 气氛就冰零了 出了秦影帝 其他人都不敢喘粗气 见何臣这番大胆的动作 还没惹怒领导 大部分工作人员 都偷偷看他的方向 曲子肖目中 也短暂地露出了惊讶 也就一瞬间的事 下一秒全然尽失 他也才来片场 一是看神之玉 电影进城 二是跟宋清清谈代言的事情 没想到一来就刚好跟何臣撞上 我去跟领导打个招呼 他压低了声音 领导现在脾气不好 宋清清在流量女星中演技还行 但有秦修沉在 他也没少被领导骂 不敢跟曲子肖一起去 只停在原地 若有所思地看着何臣的方向 宋师姐 他正想着 不远处 一直观望他这边的 穿着表演服的女人 小心翼翼地走来 他似乎刚哭过 眼睛还有些红 正望着曲子肖的方向 刚刚跟曲总说话的女人是谁 感觉她们挺熟悉 这女人正是神之余的女暗配 陆军克 也是被宋清清带出来的 的铜公司当红小花 宋清清站得挺直 她看着曲子肖的背影 微微敏唇 所料不错 应该是曲总的那个隐婚夫人 记者 外加刚刚曲子肖秘书的口误 宋清清能猜出来 杜绍说的就是她 陆军克看着合尘的方向 大跌眼镜 没看出来什么特别的 是不是听说曲总来找你了 她就立马过来了 宋清清没说话 陆军克自顾地道 她哪里急得上你 师姐 你放心 曲总这么远来剧组现场看你 连曲室的广告都是你的 说明她的心还是在你这儿的 杜绍说他们协议结婚 绝对没错 领导这边 何尘坐在小板凳上 林雨珊跟着她过来的时候 就认出来 何尘找的大导演 正是上次在半路上 邀请过何尘出演的 国内大名鼎鼎的导演领导 所以这两人之前认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坐在领导对面的 修长人影 秦影帝 真人 活的 他死了 秦修辰一手拿着剧本 一手拿着根点燃的烟 正斜着身子靠在椅背上 低谋研究剧本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才看见了坐在一边的 何尘跟他身后的林雨珊 林雨珊激动的样 他也瞧见了 秦修辰伸手把燃到一半的 烟放烟灰缸暗灭 玩耳一笑 抱歉 你们认识 林导把他手里 画着记号的剧本一盒 诧异地看向秦修辰 她是我侄女的至交 秦修辰重新拿了自己的茶杯 靠着以背笑 秦颖帝的侄女 娱乐圈也隐隐有风声 几乎不能提的人物 林导瞥了何尘一眼 摇头 把剧本往何尘那里一扔 那正好 第十三幕 摄影师助理跟那俩演员都做不好 尤其那俩演员 秦颖帝都带他们入不了戏 你去指导一下 还精大出来的终极摄影师 我都替精大脸红 林导骂骂咧咧的 把何尘赶过去 曲子霄跟他的秘书走过来的时候 就听到了林导这吩咐 两人都挺诧异 秘书看了眼敏纯的曲子霄 率先开口 林导 您让他去拍摄 何小姐 他是跑新闻的吧 主摄影师请假了 摄影师助理能力不够 小陈再不济 也比他好 我可是知道 他在M州特地找他过来的 不然过两天准没人 放心 曲总 今天就算主摄影师不在 也不会落下进度 林导对曲子霄 这个金主爸爸倒没发脾气 语气也好了不少 听到林导的解释 秘书张了张嘴 他没想到何尘在林导这里 赞誉这么高 林导在圈子里 严苛是出了名的 他是个大艺术家 分量在娱乐圈很重 他导的电影拿奖无数 带出来的影帝影后 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就算是大满贯的 秦影帝早些年 也被他不轻不重地骂过 不过这么多年 他也就公开夸过秦影帝艺人 其他的演员在他手底下演戏 都没少被骂 傅儿 秘书又然后复杂地看了 曲子霄一眼 所以说前少夫人来这里 完全是偶然 曲子霄也抿了抿唇 我没想到 林导你跟狗子也认识 曲子霄目光看着 和尘和秦修辰的方向 与其表情都听不出来异样 原以为你们这一行的 都不太喜欢狗子 狗子 听到曲子霄这么形容 林导愣了一下 然后反应过来 接着冷笑 谁知他学了这么多年 自甘堕落 天天去采访小猫小狗动物园 提到这里 林导更气 哎呀林导您气什么 何小姐这人 您又不是不知道 林导身边的老人 连忙倒了杯水给他 他就喜欢东奔西跑 年轻人嘛 虽然喜欢跑 但哪次回来 他没带奖章作品 林导这才抬了抬下巴 同曲子霄前去 穿过搭的外景部分 路上秦修辰都在 琢磨着剧本的事 跟何尘也没说几句话 到达片场 何尘去了主摄影机边 指导机位 主摄影师不在 摄影助理在听到 由何尘代替 他今天主摄影的位置 有些惊讶 这场拍摄主要是 秦修辰 陆军科跟两个群演 陆军科就是今天 频频掉链子的 被领导骂的新人 再加上主摄影不在 领导指导了很久 摄影助理都没能明白 他想要的效果 第十三幕 几乎卡了一天 他站在主摄影机边 跟身边的几个摄影 短暂地交流了一下 他戴着眼镜 容色在一众女演员中 似乎不太出挑 但有些无法让人 忽视他的存在 几个人连忙点头 立马有人去跟陆军科 说什么 他站在几个负责摄像机的人中间 调整好了角度以及灯光问题 退到主摄像机边 何臣知道领导想要什么 尤其在摄影方面 他能表达的深度是领导也不及的 虽然因为陆军科又卡了两把 但第五次的时候 这场戏终于落幕 背景是花巨资搭建的实景 秦修辰手拿着剑 半跪在法台上 目光凝望着上空 脸边一道狭长的刀疤 血顺着下巴往下流 目光凝滞 他的表演能力无可挑剔 满目的视觉冲击 何臣拿起了放在一边 他很少用的摄影机 调整好角度拍了一张 至此 全球十大顶尖风光 景摄影师终于拍了一张人物照 第六百四十三期 陈大佬眷零八 笑面间谍 陆军科拍完 找到了坐在一边的摄影师助理 道谢 摄影师助理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我没帮上忙 你前前后后调试了这么多次 我好奇领导怎么让那个记者过来接手 陆军科看了何臣的方向 摄影师助理坐职 你认识他 是啊 京城一个地方台的记者 之前还当过狗子 略有耳闻 陆军科笑 这些都是不入流的职业 跟正经的摄影师差别很大 文言 摄影师助理一愣 我看了 他拍得确实比我的好 他是埃斯大艺术生毕业的 来这里 谁知道他有没有走后门 陆军科压低声音 埃斯大不如国内顶尖的两座学府 他的艺术专业在国内排不上号 并不出名 一考进的埃斯大 最少文化课成绩一定不好 晚上 曲子消请剧组的人吃饭 因为金主的面子 领导给了 难得给剧组放了晚上的假 世界 还是你的面子大 陆军科在宋青青耳边 剧组不少人的目光 都朝这边看过来 宋青青跟曲子消的绯闻 经过炒作 在圈子里不是秘密 再加上宋青青一个影视新人 一出来就跟秦影帝等人合作 大部分人都默认了 宋青青跟曲子消的关系 曲子消在圈内风亭好 除了宋青青几乎没绯闻 也从不带女伴 剧组开了三桌 领导曲子消秦修成 还有宋青青这几个关键人物 都在一桌 这三个人肯定是C位 无可争议 合尘落坐了秦修成身侧 林雨山沾了她的光 跟秦修成隔了一个位置 险些筷子都拿不稳 饭桌上金主曲子消在 领导也在 还有其他几个合作商 这种场面 陆军科自然而然做起了陪酒 一杯接着一杯地喝 挺拼的 气氛活跃得很好 合尘首先就拿了一瓶啤酒 看他拿了啤酒 秦修成把领导身边的 开瓶器递给他 有秦染的滤镜在 秦修成在外边 自然会多照顾一下晚辈 刚递过去 合尘就用牙咬开了瓶盖 瓶盖落在他的桌边 还打了隔旋 看到这一幕 秦修成轻笑 他放下开瓶器 先吃点再喝酒 他把甜酒酿转到他面前 然后继续同领导说话 两人对面 曲子肖目光一直看着 何尘的方向 饭后 陆军科终于找到机会 看向何尘 表达今天拍摄的谢意 今天真的谢谢何小姐 不是你 我不知道还要耽误剧组多久 何尘也举了举酒瓶 好说 何小姐这摄影技术 一定是A大摄影系的吧 陆军科感叹一声 A大摄影系 在国际都能排得上号 一向难考 分数也就仅次于法律系以下 就算是一考文化课分数也不低 真厉害 何尘抬头看了他一眼 大学在S大 分数忘了 文言 陆军科就笑笑 但身侧有些心不坏 叵测的人已经听到了 S大摄影系就完全混的 也就多个S大名称而已 领导的电影向来是顶尖团队 摄影师助理也是 京大摄影系毕业的 其他不说 技术跟名声是有的 倒是何尘 晚上 何尘跟李雨山 住在剧组的酒店 他在联系M州的警方 让他们把大学生失踪的暗踪发过来 一边的李雨山已经回过神了 这会儿看到何尘在犯大学生失踪暗踪 他瞪眼 陈姐 你你你 你怎么会有警方的暗踪 要了他们就给了 M州警方挺好的 何尘回 李雨山点头 M州的警方都这么随和吗 与此同时 楼上一层 秦修臣的房间 他正在看明天的剧本 外面套房的经纪人进来 皱了皱眉 秦影帝 剧组有了不好的风声 何尘的事 捕风捉影 私底下不少人在讨论 他要资历没资历 还是个混文庭的话语 在剧组流淌 秦家其他没有 护短的性格一顶一 何尘是小侄女的好友 秦影帝自然不会就这么看着 他放下剧本 想了想 晚上照例给秦燃打电话 询问的时候 默勒问了一句 你们那个记者朋友 成绩怎么样啊 怎么 电话那头的秦燃 把笔记本扔到一边 秦影帝不急不慢地解释了一句 那边沉默了两秒 你等着 秦燃挂断电话 三分钟后 秦燃把何尘的档案全都发过来 秦影帝低头看了看 看到第二行的时候 沉默了 何尘除了一部分隐藏资料 早些年上学的履历 在网上也挺好查的 不是什么秘密 秦燃掉档的时候也非常容易 就给秦修辰掉了个档案 他也好奇顺带看了一眼 只要记录在档案的成绩 他都调过来了 怎么样 身边 经纪人凑过头来看了一眼 他知道 能让领导这么重视的 何尘在摄影这方面的能力 一定非常出众 但没想到出众成这样 何尘学文科 从小学到高中 每门课几乎都是满分 却在高中选了文科 评级都是优秀级别 学的文科 主修摄影 他的两张被拍卖到700万美元的摄影作品 经纪人没有艺术细胞 欣赏不出来 何尘大学虽然主专业是摄影 但第二专业是行侦 进入艾斯大之后 更是自行考入了艾姆大 最重要的是 从考入艾姆大之后 他就跟国际刑警部门合作过好几个国际重大案件 经纪人看完 一脸懵逼地收回了目光 想起了之前微博上闹得轰轰烈烈的高材生第二专业事件 好办上 经纪人娜娜开口 小侄女的朋友 这种级别的 秦修辰跳转了这个页面 倾笑 挺好 他也没想到 平日里笑眯眯的记者 竟然游走在危险边缘 跟国际刑警部合作的 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经纪人也收回目光 回想着刚刚看到的不由扎舌 你说他理科成绩也那么好 初中还拿过化学竞赛奖 怎么跑去学文了 秦修辰抬眸 把手机随手放到桌子上 追求不一样 准备一下 我待会儿出去 出去 经纪人已经习惯了 秦修辰当年一个人把秦家在秦四爷跟欧阳家的手里抗下来 还能在他眼皮子底下找到秦汉秋 经纪人就知道秦修辰手段不一般 虽然秦汉秋现在已经发愤图强 但秦家现在能做这么大 跟秦修辰的推波助澜关系甚大 秦汉秋比起他有着天生的差距 二哥他有个合约 约了对方在店里 我去把关 秦修辰拿上外套 出门 晚上十一点 陈姐 还没睡 林雨珊一边出来上厕所 一边看他 从后面 能看到合尘在插读卡器 林雨珊以为合尘在看采访稿 一边去烧热水一边看着他 发现合尘在看一份视频 视频很黑 像是很多年前的 并不清晰 只能看到隐隐的土 像是在黄土高坡 不是采访稿 林雨珊插上插头 就没有再看了 合尘电脑上的东西太多 上次他借用合尘的电脑看电视 看到一半忽然弹出来一个 他都没有启用的软件对话框 一个黑幼幼的头像 问他方不方便视频 林雨珊吓得要命 后来合尘告诉他那是病毒 林雨珊将信将疑 林雨珊上完厕所 又给自己倒了杯水 一边喝 一边询问明天的进程 陈姐 我们明天去哪儿跟进新闻 明天会有个警官过来接你 你跟着他采访就行 合尘关掉了视频 过来吃早餐 林雨珊点头 觉得M州警官真贴心 他又认真地看了合尘一眼 确定他没被 曲子肖和宋青青的影响 才放心 你呢 我明天休息 合尘喝了口橙汁 合尘心里在想着幽盘的事 幽盘是木南拿回来的那个 里面除了关于那个罪犯的证据 还有木家留下的另一段视频 当年陨石坑的事情 被上面的人联合保密 普通群众更不知道 成卷前后三次在129下过单 除了查宁尔跟秦冉 还有就是陨石坑 但是129没人去接 常宁跟秦冉说过几次 当年那一辈所剩的人不多了 宁尔 陈淑兰 徐世影 这些知道具体事情的人 全都死了 M周参与的人也不少 他要调查的洗钱罪犯麦洛 参与过这个方案 这是常宁接下麦洛单子的 主要原因 合尘慢慢关上了电脑 一边想着 一边去自己的行李处 拿了个黑色的包 他身边的李雨山 看他这动作 一愣 甚至忘了打哈欠 陈姐 你又出去 小心点 M周太乱了 M周也只有国际刑警管理的那个区域 才绝对安全 放心 合尘把背包拿好 晚上不用等我回来 十分钟后 影视基地外的一条街 此时灯火通明 鱼龙混杂 大街上 一个穿着黑色的九分牛仔裤 黑色紧身T恤的女人 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 他以头波浪卷 皮肤白皙 身材凹凸有致 黑色T恤往上卷了一道 隐隐露出腰线 高挺的鼻梁上加了敷墨镜 最后停在一家酒吧门外 他伸手取下了墨镜 露出一双眼镜 睫毛浓密卷翘 漆黑的眸底 盛满了妩媚 他深深出葱白的手指 点了点红唇 最后笑了笑 直接进去 第六百四十四集 陈大老隽灵九 和陈拒绝过M大的女人 酒吧里面 秦修辰正在跟一个外国人 谈论生意 合作愉快 两人欠了协约 外国人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说话 看得出来诚意 秦修辰也起身 伸出右手 微微一笑 合作愉快 外国人还要请他继续玩 秦修辰直接拒绝了 他明天还要拍戏 走吧 他理了李白衬衫的衣领 身材修长挺拔 清俊齐了 酒吧昏暗的灯光下 整个人越发显得 与着浮华格格不入 许语熟练地帮他挡掉了 今晚前来搭讪的 第二十三个女人 两个人刚要出门的时候 后方忽然一阵骚乱 十几个黑衣保镖 拿出了武器在人群中出动 隐隐地还能听到一声枪响 M周几个帮派动手 再正常不过 几个人用M周的通用语开口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出口已经被四个 拿着武器的黑衣人包围住 人群骚乱 音响震耳欲聋 尖叫声伴随 还有淡定地继续看热闹跳舞的 许语眉头一凝 秦影帝 我们快走 秦修辰点头 继续往出口走 刚抬脚 目光触碰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他目光一停 何臣把拿到的东西塞到胸口 这家夜店他也不是一次来 不过这次有些头疼 脉络的手下不少 他没勤然一打百伸手 他逃到也不是没有办法逃 但脉络不是吃素的 他怕会影响到影视城拍戏 这个假名字以后在道上可能没法用了 他混迹在人群中 在想对策的时候 手腕忽然被一刀力量禁锢住 周围都是乱七八糟的人 何臣一个反手就要一个过肩摔 转头的时候就看到了秦修辰 秦修辰看着他的装扮也没说话 周围人挺乱 只把另一手上的黑色外套丢给他 无声道 跟我出去 何臣也没时间想为什么秦修辰能认出他 只看着秦修辰微迟疑 放心 秦修辰往前走了一步 镇定得到 毕竟十股狼的叔叔 何臣觉得他不会做没把握的事 大不了以后这个身份不用 等我三十秒 徐宇从前面起进来 秦颖帝 你 就看到秦修辰抓着一个艳丽女妖精的手腕 秦颖帝原来喜欢这一挂的 徐宇还没想完 就看到这位艳丽女郎抽了张纸 把唇上艳丽的口红擦掉 又从兜里拿了盒什么粉 往脸上拍了一把 又把翻起的黑色T恤衣袖往下翻了一下 拽了根细线 黑色T恤瞬间变得宽松 他一边把秦颖帝的外套松松垮垮往身上撇了一下 那双妩媚的眼镜盯着徐宇 眼镜借我一下 徐宇蒙蔽地贡献出了自己的近视眼镜 他戴上后 眼睛眯了眯 适应了眼镜 整个人的气势一掉 瞬间从艳丽五娘变成隔壁大学生 怯生生地跟在秦颖帝身后 徐宇看着他 忽然觉得他十分十分眼熟 三个人走到出口 几个黑衣人静止拦住 目光落在和尘身上 和尘低头 装作害怕的样子 缩在外套里的手却是摆出了防备的姿势 围守的黑衣人还没说话 身后一个熊腰虎背的人出来 拧眉 让他们走 秦修辰单手插在兜里 整个人依旧轻裂 眸光落在了说话的人身上 微微汗手 温和有礼 谢谢 三个人走后 黑衣人才看向男人 老大 怎么让他们走了 那个女人的身材有点像刚刚那服务员 闭嘴 脉络看向黑衣人 眸光一深 刚刚那男人 是这酒吧背后的老板 黑衣人一顿 瞬间不敢说话 没点实力 没人敢在M州开酒吧 这家酒吧也就是最近两年兴起 周边 没一个势力敢随意在这里撒野 一日 林雨山被何臣打发去跑新闻 他一边在剧组光明正大的补教 一边观察秦修辰跟徐宇的反应 但这两人都没有什么反应 他打了个哈欠 何小姐 你困吗 徐宇今天换了副眼镜 这是秦颖帝的藤椅 你要困了 可以躺着咪一会儿 之前拍综艺的时候 小侄女就喜欢躺在这上面 秦染的朋友 不管多大 在徐宇跟秦颖帝这边都自动矮一辈分 徐宇一副老妈子的样 何臣一脸见鬼 但还是放下了导演的小马扎 何小姐 你在剧组有仇人吗 秦颖帝在拍戏 徐宇就坐在何臣身边 跟何臣说话 何臣眯了眯眼 应该没吧 他的仇人不是死了就是死了 徐宇若有所思 不再说话 何臣睡了一觉 拍摄现场气氛稍微变了一下 徐子萧从门口进来 他拿着手机 目光在何臣身上停了一下 对着电话那头道 对 他在 妈 他睡着了 嗯 我知道 电话那头正是徐太太 徐子萧放下手机 看向何臣的方向 徐总 少夫人好像跟秦颖帝很熟悉 身边 秘书看着徐宇还给何臣端茶倒水 不由压低声音 徐子萧不由眯眼 他也奇怪 何臣是怎么认识领导跟秦修臣的 何臣没睡多长时间 又被领导抓起来 给昨天那个摄影师助理指导 看着领导太阳穴边的青筋都起了 何臣打起精神 您先去休息 别动气 年纪这么大了动什么气 这边交给我 他示意工作人员把领导带去休息室 昨天那个平头场务看他皱眉 便压低声音 主摄影后天就到 突发事件 没有办法 何臣点头 没说话 继续帮忙规划 昨天那个摄影师助理低着头 没说话 只晦涩地看了何臣一眼 大家休息一下 曲总给大家买了西瓜 不远处工作人员在喊 曲总的面子没人不给 大部分都停工 陆军科拿了一块西瓜 看着摄影师助理跟他身边的摄影团队 故作不解地开口 你们没事吧 工作遇到了困难吗 可以跟曲总说 曲总人很好的 师姐 对吧 能在这个摄影团队的 都是有点能力的 尤其是摄影师助理 刚从A大专业摄影毕业 还被名师收作徒弟 剧组里有关于何臣的传言 他一个国内前二专业排名的 自然看不起何臣这个不入流的专业 眼下有陆军科的话 摄影师助理从昨天也回过未来 陆军科宋青青跟曲子肖关系不浅 还专门到这里来看他 想到这里 摄影师助理看向曲子肖 直接开口 曲总 领导要不想我拍了 就说一声 他说我不对 但让一个野鸡专业的魂子 来指点我 什么意思 这个魂子指的是谁 剧组的人都知道 昨天晚上剧组就有传言 听完 剧组的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有几个小声讨论着何臣和林导什么关系 要知道 林导的年纪当何臣爸爸绰绰有余 曲子肖拧眉 他自然知道何臣和林导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但现在他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发现他对何臣几乎一无所知 眼下有些难办 曲子肖看向何臣 对方正在跟宋宇说话 与此同时 扶领导去休息的人折回 他就是昨天坐在门口等何臣的工作人员 刚过来拿西瓜 就听到摄影师助理这一行人在吐槽 工作人员默默咬了口西瓜 看了议论着的人一眼 你们 就算看不到何小姐的成品 但光讨论 没有想过去看看S大的学校论坛吗 什么 陆军科一愣 宋青青也第一次抬了头 有人已经直接翻到国内浏览器 去搜索S大论坛 我去 首页竟然有他 S大十大杰出学生之手 竟然还是X零年文科状元 碾压第二名三十分 当年连续拒绝京大A大的邀请 填了S大摄影戏 入校第一年就收到了M大的offer被拒绝了 第二年又被邀请了 京大A大不说 全球前三的M大 你也拒绝了 魔鬼 第六百四十五集 陈大老卷时 他很迷 在线营业 每年的全国卷高考状元就那么两个 一个文科一个理科 尤其还是压下第二名几十分的 学校间争强也不是最稀奇的事 怪就怪在M大也给他递过橄榄枝 为什么 这是现场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 但S大论坛里面说的不可能是假 他一个高考状元 去S大摄影戏 这图的什么 可惜了呀 可惜什么 他还是领导的忘年教 还代替领导给学生们讲过课 别说 你看下面这个论坛 童年理科状元也在这个院校 剧组群也多 工作人员也多 还有一些外国人 他们可能不太了解S大 但M大他们却是听过的 一时之间 大部分都在热烈地讨论这件事 刚刚开口跟曲子霄说 合成的摄影师助理娜娜地收回话头 心下一阵咯噔 面色仗红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也不敢看曲子霄 只是曲子霄现在也没管她 曲子霄只是看着合成的方向 她不知道合成的具体情况 但时常听曲太太宽合成 前段时间 还听曲太太说合成在国外留过学 所以 她是在M大留学的吗 曲子霄心里有些异样 合成之前在她心里太没存在感了 无论是个性还是长相 还是其他 都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她这样看着合成的方向 身边拿着剧本的宋青青面色 有些不好 她抿了抿唇 垂在两边的手微微发紧 好扮上 她无所谓地抬头笑笑 曲总 你上次是不是问过我师兄的事 她最近在附近查一起失踪案 我等会联系她 这句话 总算让曲子霄回过神来 宋青青大学学刑法的 她这一门专业厉害 同门师兄更是考到了M州大队 在京城整个圈子里挺出名的 他们一直没有让管持松动 只能在她的兴趣爱好方面着手 希望她找人查到的资料没错 撇去这一层 曲子霄本身对刑侦就非常感兴趣 这一点上 她跟宋青青有共同话题 秦修辰在领导的休息室内 跟她讨论下一部戏的问题 和尘依旧躺在躺椅上 她是这件事发生后 才知道剧组一直有人讨论她 她表情一直挺淡的 似乎什么都不关心 徐宇跟和尘不熟 以前只远远看到和尘跟几个大佬在一起 最近两天接触得多了 徐宇觉得和尘整个人都是迷 所以何小姐 你为什么去S大 身边徐宇拿着手机 看向和尘 好奇地询问 S大当初的摄影专业是新专业 分数很低 大部分都是一考进去的 尤其是何尘还是京城人士 何尘正闭着眼休息 文言抬眸看了徐宇一眼 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然后询问 三个学校有区别吗 看她的表情似乎还挺认真的 气死大爷地回答 徐宇一口气被哽在喉咙里 转而一想 人家何小姐说得也没错 十年前 京大 A大 S大在M大面前确实都不够看 跟M大比起来 这三个学校确实没多大差别 徐宇默默转身进去找秦影帝了 秦修辰拿着红笔 跟领导改了一句台词 就看到徐宇这表情 他抬头看她一眼 怎么 受打击了 领导也听了工作人员说了外面的事 他只是吃笑一声 眼下看徐宇这样 领导喝了口茶 气定神闲的 徐宇尴尴尬地咳了一声 他自己也没整明白 除了小侄女 竟然还有第二个人让他身心受挫 后面的戏份是外景 领导继续跟秦修辰说话 M周这边的治安我不太放心 希望不会出差错 尽快拍完 秦修辰拿着笔记本 汉手 对于M周 他最近两年跑得比领导多 自然知道领导的话不是空学来风 最近这一块不太平 您多让人注意一下 秦修辰想起了昨晚的事 略微沉吟了会儿 开口 确实不安分 不是说有个大学生失踪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领导叹息 M周中心不受任何国家管理 每天都有莫名失踪的人 这一次那个大学生失踪 国内激起了无数水花 怕是几个势力之间的博弈 神仙打架 烦人遭殃 秦修辰拿着剧本出去 继续拍下一场戏 出来的时候 何臣已经靠着藤椅上睡着了 他依旧穿着碎花裙 把他做了记录的台本盖在脸上 穿着挺长的碎花裙 脚搭在踏板上 露出一节白皙轻瘦的脚踝 虽然是七月下旬 但M周温度要比国内低 片长也没有空调 只有冰块跟风扇 偶尔一丝穿塘风 还有些凉嗖嗖的 秦修辰示意许宇去拿个毯子给他盖上 他去了前方拍戏 许宇小心翼翼地给何臣盖好毯子 发现何臣没有小侄女那种前一秒睡着 一靠近他就醒的功能 松了一口气 盖完毯子之后 许宇才去片场找秦修辰 那个曲总跟何小姐之间怪怪的 秦修辰一手勾着剧本 半靠着身侧的竖像 下一场戏直接拍到了晚上七点半 何臣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何臣坐起来 身上的毯子顺势滑下来 毯子是灰色的 很薄 有淡淡的薄荷气味 他拿着毯子响了会儿 还没等想出什么 手机的铃声又疯狂响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 是一串国外号码 没署名 直接无视了 伸了个懒腰 去看拍戏现场 这里的井都是领导花大价钱搭的 这会儿剧组人员都围着边缘 大部分女工作人员脸都隐隐微红 何臣挑眉 他拿着手机走近 工作人员立马给他让了一条路 眼下洗清了剧组理他跟领导的谣言 秦颖帝又这么照顾他 大部分人看他的目光 对他的态度就变了 何臣走进去的时候 秦修辰和宋青青的这一幕长镜头 已经在尾声了 秦修辰只穿着一条白色的练功裤 上身裸着 传说中的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身材 裸露的上半身精练 锁骨清晰 线条好看 肤色细腻 黑色的假发混着雨水搭在他的脸上跟身上 正盘腿在搭出来的瀑布下 完全是实景 头顶是巨大的喷水器 冲击力很大 一幕戏拍完 他起身 结果徐宇拿过来的毛巾披在身上 动作舒缓优雅 他在太阳底下陪演了这么久 肤色微微泛红 脸上的神色却是愈发显得近雨 宋青青想跟秦修辰道歉 但除了拍戏讲戏 秦修辰几乎不跟他们交流 即便是跟他讲戏 也是十分疏离的态度 秦修辰在圈子里也是出了名的干净 没有绯闻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秦修辰离开 春敏了敏 他的经纪人在他身边 压低声音 好好把握取总就行 秦颖帝 你别想了 不说秦家 只说秦颖帝在圈子里的地位 只要他挥挥手 无数女人前赴后继 当初连景影后跟超一线大花 都在他这边拜北 宋青青距离这些人还差了远 这一点宋青青知道 他没再说话 只是卸了妆 收工后回酒店急忙去找曲子香 跟他说了今天联系他那位 在M州行政部师兄的事 师兄就在附近 等会儿也要来酒店一趟 宋青青站在电梯口 跟曲子香说话 马上就到了 我们下去等等 几个人下了楼 宋青青师兄还没来 宋青青开口 我师兄在这里查案子 大学生失踪那个 曲子香的秘书看向宋青青 宋青青点了点头 想了下 又看向曲子香 压低声音 不止还有一桩大势力 洗黑钱的 曲子香抬了头 秘书也惊讶地看向宋青青 宋青青继续低声开口 牵扯的势力有些大 他还想说些什么 转眼看到何臣拿着摄影机 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走 他立马停了声音 秘书也自然而然停下来 停止了讨论的话语 何臣不知道这几个人 防着他什么 他没在意 无视了这三个人 直接穿过他们走进大门 接了又响个不停的手机 用着粗笔之语 有屁放 那边断了下 才悠悠开口 我只是听说你营业了 第六百四十六集 陈大老卷十一 他当着这群亡命之徒的面 喝了一口 电话那头的人 算是何臣的摄影助理 何臣站在电梯口 目光随意地看着飙红的 不断变化的电梯楼层 等电梯下来 什么时候没营业 那边又顿了一下 然后自觉地换了个说法 那你能拿新的作品出来吗 这次的摄影展在京城 入驻京城环球大厦 暂时只有三十六位 顶级摄影师入选 他们专门给你留了一处展台 不过参选的作品 要经过十八位主策展人的选拔 不是有两幅 电梯下来 何臣直接进去 如果何臣在身边 那边的人连想把何臣 摁死的心都有 何臣作品不多 靠两幅作品寄身摄影界 他在摄影上有别样的天分 拿出来的摄影作品 极富财情 直击灵魂 用两幅作品 在米国摄影展上惊艳众人 一举成名 你那两幅都被人拍卖回去了 手机那边的人有些心累 那暂时没有好的作品 何臣也想起来这件事 他拿着摄影机 走过沙漠 去过战乱的F州 拍过贫民窟 他说的那两幅作 是战乱后流离失所的战场 那是在边境 当战地记者的时候拍下来的 从拍下那两幅图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认真拍过 他说到这里 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啊了一声 对了 最近有一张图 那边听到他说的没有好的作品 精神一震 什么作品 等我确定一下 过两天回你 别太期待 电梯到了 何臣直接走到房门口 刷卡进门 摄影师大部分作品 都是精心构图 让拍摄的人 做出他们需要的动作 大部分都是摄影师 本身经过无数次筛选 选出来的 抓拍出来的成名作品很少 何臣前两天拍过一次秦影帝 不过毕竟是作品的人物 何臣还没确定 秦影帝会不会答应入镜 他不仅个公众人物 还是个出场费十分高昂的公众人物 何臣觉得他被人偷拍了 不找他删图就罢了 还要入展 取得他的同意 听起来有点难度啊 不过手机那头的人 听说他有新的作品 十分激动地挂断电话 还让他早点联系 何臣进房后 洗了个澡 出去找秦影帝 电梯繁忙 刚从地下二层上来 又在一层停了 何臣就靠在墙边 漫不经心地等 到达楼层 电梯门一开 里面李雨山 还有曲子霄一拨人出来 何臣站直 目光落在李雨山脸上 我刚跟完新闻 这位警官送我回来 李雨山解释了一拨 立马跟曲子霄一行人 撇清关系 看到何臣 他心情有些低落 我今天跟进了新闻 那个失联的大学生 听说是个独生女 失踪一个多月了 他单亲 父亲卖了所有不动产 才把这件事闹大 家里还有个爷爷 等着他回去 临死前想要见他一面 陈姐 你说能不能找到 何臣手微微顿了一下 笑咪咪的 别想了 世界上可怜的人那么多 你得习惯 说完并不看其他人 直接进了电梯 电梯外 其他人听着何臣的话 大多数人都皱了下眉头 李雨山也愣了下 然后连忙开口 不是 陈姐他 曲子消也没停 只淡淡朝宋青青开口 带你师兄去餐厅坐坐 李雨山后面的话 被吞入腹中 被电梯门之隔的电梯内 何臣脸上的笑容不变 他只是又打了个电话出去 这次是打给常宁的 老大 证据应该收到了吧 这边还没动手 这么多年 他几乎走过世界各地 明白自己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近129是他一生中 最冲动的选择 当他跟黑客Q第一次联手 找出了那十几个 在国外不被关注的 失联大学生 他就明白了 自己以后要走的路 虽然他一直怀疑Q就是秦燃 甚至自己还查出了证据 但是秦燃选择睁眼瞎 打死不承认 外界都知道 129五个元老 孤狼过分神秘 陈鸟过分亲密 孤狼可以一个月不接一单 脾气古怪 陈鸟可以一单分文不收 看演员 孤狼在圈子里神秘之极 立于浮云之端 高岭之花 陈鸟就是民间女神 人间富贵花 手机那头的常宁 没想到和尘还会关心后续 他们想一窝端 和尘点头 在他的预料之内 他能做得 仅此 我过两天回国 想去看看那个陨石坑 你想查 常宁拧眉 这件事是S级机密 不好混进去 秦燃也动手查过 和尘轻笑 也不是很难 常宁一顿 他倒忘了 和尘这切面间谍 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两人挂断电话 和尘手动了动 想喝酒 电梯到达楼层 和尘之前问过 领导秦影帝的房间号 就在他的上一层 找准房间号 他就礼节性地按了门铃 开门的是陈宇 看到和尘 他大感惊讶 和小姐 您找秦影帝吗 说着他还侧身 给和尘让了路 秦修辰的房间是个套房 不是节目组安排的 因为他还要经常处理生意 所以许宇会单独 给他订一个套房 这才没有跟其他人 在同一层楼 而和尘住的房间 是之前领导 给秦修辰准备的 秦修辰正靠在书桌边 伸手翻神之欲的圆柱 看到和尘 他抬了头 笑 坐 找我有什么事吗 对秦染的朋友 他都是自带利静 尤其是跟秦染关系 不一般的朋友 和尘一眼就看到 他桌子边冰箱里的 两罐啤酒 酒店的冰箱 每天都会准备酒 他房间的早上 就被他喝了 他看了两眼 便移开目光 说起来意 秦修辰待人一向温和 这也是他在圈子里 人缘好 没有黑点的原因之一 听到和尘的询问 他语气轻松 像是午后落坐在沙滩上的闲谈 摄影作品 是在剧组的作品 和尘点头 可以 不过你要征讯领导同意 看和尘一直在盯着他的冰箱 秦修辰就放下神志欲乐的漫画 弯腰开了冰箱门 拿了一瓶罐啤酒 扔到他手里 和尘接过啤酒 看了秦修辰一眼 他嗜酒如命 身边倒有不少人 每次都劝他不要喝 比如小区里的老人 还有瞿太太 所以在瞿家吃饭 他先少喝酒 就算喝 也只是少量 管尘当年还因为他喝酒的事情 跟他闹过矛盾 徐宇也听明白了和尘的来意 笑着开口 这种小事 没必要还亲自来 打个招呼就行 秦修辰在网上的图那么多 还有影迷接机拍的图 和尘说抓拍了一张 想作为作品作为展览 真的不是件什么事 尤其他还跟秦染关系匪浅 当然 徐宇不知道 和尘要用这张照片 拿去什么展览 要是知道 他肯定不会是 这么淡定的表情 也不会知道 这件事会在微博上 席卷出怎样的风暴 谢谢 和尘拿着这罐啤酒 笑了笑 你们有微信吗 摄影展出了 我给你们发链接 至此 徐宇终于加到了 和尘的微信 等和尘走后 他才小心翼翼地 点开和尘微信 和尘发的朋友圈不多 但比秦染的样好 一个月也会发两个朋友圈 有时候是图 有时候是文字 也没有三天可见 这种骚操作 因为沾了秦染的光 徐宇加了不少大佬 能看到和尘的 每条朋友圈下面 都有成木成金 江东叶 陆赵影 这些人的点赞 徐宇对和尘更是肃然起敬 取得了秦修辰的同意 和尘就准备把那张图的细节处理好 也想要抽空看一下 神之玉德的漫画 他抽了空余时间 处理了细节 才发给了助理 然后给李雨山留了个字条 就悄然出去了 和尘不见了 取紫霄一日跟剧组一起拍外景的时候 就发现一直没有看到和尘 他跟宋清清说话的时候 都有些心不在焉 M周最近形势复杂 取紫霄觉得他要不管和尘 到时候取太太肯定会找他 所以他去询问了领导和尘的事 领导完全不在意 白白手说没事 取紫霄也旁敲侧击过秦修辰的经纪人 经纪人更不担心 直到第四天 神之玉剧组拍外景的最后一天 和尘忽然出现 他跟以往没什么两样 坐在领导的小马扎上 兴趣盎然地看着秦修辰演戏 林雨山也跑完了新闻 蹲在和尘身边 脚边还放了一罐未开封的啤酒 是和尘让林雨山带的庆功酒 虽然林雨山也不知道庆祝什么 站在连绵不绝的山下 看着和尘拍戏的曲子霄 陡然想起来一件事 他跟和尘协议结婚 他从来不过问和尘的事情 因为他不需要在他这里有印记 现在想想 和尘也从未过问过他的事 他正想着 轰隆一声 忽然间左边的山脉突然起了蘑菇烟 还有熙熙落落的枪声 这声音大部分都听到了 所有工作人员都停下了手中的事 脸色一变 秦修成放下手里的剑 烈日下 他神色严肃 转身对领导道 领导 先撤离 这句话让工作人员暂时稳定下来 坐在小马扎上的和尘脸上的笑意收了手 他皱眉看了眼头顶 轰隆隆 头顶直升机的声音越来越近 剧组的人惊恐地抬头 两辆直升机 一根绳子从上面悬下来 一行铁血的大汉从绳子上滑下 隔着几十米的距离都能感觉到死亡的气息 秦修成看着这些人 认出来是雇佣兵 雇佣兵 国际上那些罪犯 杀人不眨眼的那种 这一句话让剧组的人惊慌失措 剧组都是普通人 这些佣兵对他们来说是在传闻中的人 他们虽然知道M周乱 但因为一直遵纪守法 没遇到过危险 此时听到佣兵一个个惊恐不已 他们在这群杀人不眼的佣兵眼里 不值一提 曲子湘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转向宋青青 联系你师兄 对 宋小姐 你师兄在 我们会没事的 剧组的人把目光放在宋青青身上 宋青青已经拿出手机给他师兄打电话了 听他说了这些 手机那头的师兄声音严肃 你们怎么遇到他们了 他们狠起来连马修都管不住的 你们先不要动 尽量配合他们 别惹怒他们 我们马上到 这句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 马修是谁他们不知道 但在宋青青嘴里出现 那一定是了不得的人 现场大部分人手都微微抖着 一群惊慌失措的人中 合成还算淡定 他偏头看了林雨珊一眼 他师兄 就是M州刑侦队的那个人 听说还跟国际刑警合作过 之前送我回酒店的那个 很厉害 林雨珊听到杀人不眨眼的佣兵 也缩了下脖子 陈姐 我 我们 合成文言 点点头 看了直升机那边一眼 顺手把身边的那罐啤酒拿起来 所有佣兵都已经滑下了 那群生死之徒确实不是这么好人 林导也真会选地方 竟然选在了两个势力交易的地方 为首的正是一个佣兵队长 他脸上又一道疤 曲子霄稳定了心神 站出来 用一口流利的M州雨 跟那行人交流 并提了宋青青的师兄跟那什么马修 先抓起来 带走 为首的佣兵看了曲子霄一眼 冷酷地抬手 黑油油的武器对准他们 现场没人敢说话 安静到不行 几乎所有人都记得宋青青师兄的话 不要惹怒他们 就是这时候 咔哒一声 打破了现场的寂静 几个人僵硬地看向声援 连听到声音的佣兵都看了那地方 和尘坐在小马闸上 单手开了那罐啤酒 他还当着这群亡命之徒的面 喝了一口 然后侧头看着把武器对准秦修成跟陈宇的那个佣兵 他捏了捏啤酒瓶罐 笑叶如花 给你们个机会 滚 第六百四十七集 陈大老隽十二 冲目朋友圈那烤肉的 然后侧头看着把武器对准秦修成跟陈宇的那个佣兵 他捏了捏啤酒瓶罐 笑叶如花 给你们个机会 滚 和尘话说到后面 语气已经渐渐变冷 现场很安静 大概除了秦修成跟陈宇 没有人了解何尘为什么会是这个反应 剧组的工作人员甚至已经看到一行佣兵的目光已经变了 本来就紧张的气氛瞬间紧绷起来 仿佛只要伸手触碰就能轻易炸开 剧组胆子小的人已经脸色发白了 尤其是领导 他也不是第一次来M州拍戏 最近M州眼见得不太平 所以他一直谨慎 这个地址也不是景区 是他琢磨了很久才选出来的风水宝地 谁知道会碰见这这种事 没想到和尘还这么冲动 他也来不及想一向冷静的和尘怎么会有这么举动 在一行佣兵的枪口下 他也顾不得危险了 直接走向和尘 小陈快别说话了 给这行军爷们道个歉 他一边说着 一边看向周围血气森森的佣兵们 恐慌 此刻别说是剧组演员 就连表面再镇定地经过再多风浪的领导跟曲子肖心里都掀起巨浪 他们在国内或许名声盛广 尤其是曲子肖 在京城也站稳了脚步 可现在是在M州 尤其面对的还是他们只在传闻里听到的国际佣兵团 和尘只是仰头 又喝了一口酒 淡淡开口 您不用收东西 继续拍 这是在玩吗 曲子肖猛然抬头 和尘 你别说话 宋青青测了测身 目光几乎化为实质的刀子 一片片看瓜香拿着和尘 最后到底也没有说话 只是更是咬了咬牙 最后按耐住愤怒 对曲子肖道 他以为这里是哪里 我好不容易找的师兄 他是跟踪着你来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 一句话都不想再多说 转身看向那群亡命之徒 带着歉意再同他们说话 站在中间那个脸上 有刀疤的凶恶男人 宋青青不敢惹 他只是小心翼翼地 跟距离他最近的一个 佣兵说话 道歉并阐明和尘 并不是他们剧组的人 Sai 这个女人 她并不是我们 然而 此时一直站在中心 凶神恶煞的 身上带着血气的刀疤脸 酷似这群佣兵头子的男人 终于像是反应过来 他只随意地穿着T恤 脚下是件休闲裤 正抬脚往前走了一步 他脸上神色太过严肃 右手的武器大摇大摆的 手上沾过血的 跟没沾过血的 气势到底不一样 拥兵头子一抬脚 就算是普通人也能感受到 他身上莫名其妙的煞气 好几个剧组人员 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 宋清清一个演员 脸上的淡定都没有绷住 脸色发白地往后倒退 退在曲子霄身边 曲子霄辅助宋清清 然后稳定心神 去跟拥兵头子说话 您 然而拥兵头子 并没有在他面前停留 直接越过他 停在和尘面前 和尘依旧坐在小马闸上 事情也就一瞬间发生 领导脑子晕晕乎乎的 着急地开口 小陈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 和尘是把这群傭兵惹怒了 和尘也没站起来 只伸手拍拍领导的胳膊 你先去把道具整理好 待会儿继续拍 说完这才偏了偏头 看了眼走过来的 拥兵头子 脸上的神色 没有任何变化 他抬起了头 曲子霄等人 才发现和尘此时的表情 要动手吗 和尘看了眼拥兵头子 顺便在心里淡淡思索 给这个拥兵头子 一个什么级别的牢房 马修头疼这些人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没 不是 抱歉 不知道您在这里 走得近了 拥兵头子终于把和尘认出来 腿瞬间有些软 上次在F州 跟城土做交易的时候 拥兵头子有幸见过和尘 说着 拥兵头子连忙转身 看向拿着武器的一群手下 抹了一下脸 放下武器 一行拥兵对老大自然言听计从 虽然不解 但也放下了武器 啤酒少 和尘几口喝完 把啤酒罐捏扁 哐当一声 随手扔到剧组带来的垃圾桶 寂静中 又是异样的响声 这声音 震得人心口发麻 和尘这才撇向拥兵头子 屈指敲着膝盖 你打扰了我们拍戏 拥兵头子大声辩解 我没有 拥兵头子能屈能伸 他看着和尘脸色似乎不太好 求生欲让他召集了自己的小弟 朝剧组人员深深居了一躬 对不起 领导被吓得差点摔倒 好在秦修辰扶住了他 站在秦修辰身边 一开始被吓得要死 现在回过神来的陈宇 看着拥兵头子 忽然惊喜地开口 哎 我认识你 你不是成木兄弟朋友圈 那烤肉非常好的兄弟吗 原来你在M州啊 因为一生小侄女 陈宇加了五行 加了路照影 还加了江东叶 这些大佬都是 京城传说级别的人物 他们的朋友圈 陈宇一个个都世间过无数遍 尤其惩目那条被秦染挑中 点名夸奖的朋友圈 是这么多人 唯一一个被秦染翻牌子的 陈宇看得非常认真 记得也非常认真 秦修辰却是一顿 不由看了陈宇一眼 烤肉 陈宇就跟秦修辰解释 秦影帝 就是成木朋友圈里的那个视频 说小侄女非常喜欢吃的那个烤肉 前两天她胃口不好 还黏倒着呢 和尘啊了一声 也想起来 她记得秦燃手机上 确实有个烤肉的备注 对这佣兵头子面色也好了一点 就是你啊 听到陈宇说起这件事 佣兵头子越发的惊恐 尤其是秦影帝 的 秦字 佣兵头子再度深深地鞠躬 对不起 你们需要烤肉吗 她身后的那群小弟们 因为陈宇的话 也回忆起什么 连忙跟着鞠躬 和尘看着佣兵头子的表情 心底不由深深地思考一个问题 姑郎那畜生 到底对这群佣兵们做了什么 她在思考这些的时候 就不说话了 略有沉思 和尘跟秦燃不一样 她藏得深 不像秦燃 有话就说了 有愁就报了 能动手绝不动口 佣兵头子更加急迫地看向和尘 秦影帝不像陈宇 她知道一些内情 对这群佣兵也没有丝毫惊恐之心 只看着佣兵头子 轻笑了声 烤肉就不用了 唉等等 和尘转过脸 看向领导 我记得你们缺一些打手群演吧 之前是不是说 这里找不到什么好的群演 领导恍恍惚惚的 听到和尘的话 他身体抖了抖 下意识地看了那行可怕的佣兵一眼 小陈 不用麻烦各位佣兵先生 我可以 佣兵头子一张凶煞的刀疤脸 看向领导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两个小时后 宋青青的师兄急匆匆地赶到这里 中途宋青青还给他打了电话 但宋青青的师兄并不信宋青青的没事 而且 国际刑警那边 想要找这些雇佣兵的证据很久了 这也是个机会 上面还派了几个大队 警车鸣笛声老远就响起了鸣笛声 宋青青师兄心里十分着急 那群佣兵们性格古怪 宋青青那个剧组前前后后 一百多个人 要是出了什么事 到了山下 他急躁地下车 百米冲刺往山上赶 并拿着对讲机 一队在山下接应 二队之六队队跟我一起 剩下的队伍在空中监视 普通民众多 不要惹弄那帮佣兵 后面一群国际特殊队伍武装好 跟在他后面 距离剧组很远的地方 宋青青师兄就听到了热闹的响声 他有点奇怪 但秉着对剧组人的担心 又连忙赶上去 绕过一个山峰 宋青青师兄赶过去救援的时候 就看到剧组的人 其乐融融 半点也不像是被佣兵绑架的样子 身后一众警员也跟上来 四处张望 那群佣兵呢 宋青青师兄还没说话 就见不远处 一个人拿着喇叭喊 对 救你 伏地难得 你往这边靠一点 你当自己是僵尸呢 有点表情不会吗 导演 我这样行不行 伏地难得小心翼翼地开口 有点表情 对 猙獰一点 勉强可以 宋青青的师兄还没说话 他身边跟上来的人张了张嘴 他 他跟大厦通 通缉绑上前二十的那个佣兵同名 正说着 伏地难得抬了抬头 露出一张刀疤脸 宋青青师兄面无表情的开口 真巧 还长得一样 第六百四十八集 陈大老隽 S级别全线 他这边动静大 剧组已经有不少人朝这边看过来了 沉默地站在一边的曲子骁跟宋青青已经看到了 师兄 两人愣了一下 然后直接走过来 宋青青师兄抬手 然后按了下对讲机 情况有变 所有人待命 说完之后 他才抬头 伏地难得依旧在兢兢业业地穿着铠甲 演着战场上的反派 青天白日的 宋青青师兄 差点觉得自己在梦里 或者是他今天向上级报告的方式不对 师兄 宋青青表情挺自然的 抱歉地开口 让你白跑一趟了 这个佣兵应该不是你口里的那些佣兵 他们以前是烤肉的 曲子骁也对师兄说了句抱歉 等你出完景 我回去请你们吃饭 这两人不在M州混 就算在M州混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出这帮亡命之徒 加上这群佣兵 对导演组道歉道得那么理所当然 曲子骁跟宋青青自然不觉得他们危险 尤其是他们跟何臣还认识 领导在几人交锋之后还问了何臣 何臣说他打算给这群佣兵做个烤肉店专访 剧组的人下意识地认为那群人是个半路转行的佣兵 尤其是态度还好 渐渐地对他们也没那么敬畏了 就是除了脾气大的领导跟秦修臣一行人 还是没其他人敢他们说话 毕竟 他们身上的血煞之气确实重 听着两人的话 宋青青师兄黑人问好脸 他打断了曲子骁的话 一脸僵硬地抬头 等等 师妹 你说谁烤肉 他这语气不对 宋青青跟曲子骁都意识到了什么 曲子骁眸光也闪了闪 你的意思是 他 正在被导演训的那个人 通缉榜第二十的伏迪南德 马修大神都没法抓住他弱点的人 宋青青师兄看着又被导演训了的伏迪南德一眼 然后匪夷所思地转回了目光 继续看向曲子骁和宋青青两人 磨了八脸 谁告诉你们他们开烤肉店 宋青青师兄在行侦界名气很大 他本人也足够优秀 在马修大楼拥有的权限也不少 能进马修大楼的 各方面都极其出色 通缉榜是马修大楼列出来的危险人物 宋青青师兄这行人早就把通缉榜研究了个透彻 尤其是混迹在M州中心的这群人 拥兵团跟黑客联盟那些人是他们的重点观察对象 但黑客联盟的人通缉榜上几乎没有资料 没有照片 潜二十名资料罪权的就那么几个 福迪南德在国际行凶多年 马修收集的资料罪权 毕竟是国际上凶名赫赫的大佬 马修大楼的人几乎每个人都认真把这几位大佬的资料 记在心中 就算那个酷似福迪南德的人是假的 难道站在福迪南德身边手舞足蹈的冷面杀手 福迪南德的第一心腹也是假的 宋青青师兄嘴巴一张一合的 身边的曲子霄几人都听清了 他的秘书更是倒吸了一口气 尤其是曲子霄 虽然他心底太过震撼 不敢相信 但宋青青师兄这个表情 还有他身后全副武装的特种兵 肯定没有说假话 那 何尘是怎么跟这群人认识的 曲子霄下意识地侧头看向何尘 何尘已经没有继续喝酒了 他依旧坐在小马扎上 拿着手机认真地看着一群人演戏 曲子霄认真地看着何尘 脸依旧很熟悉 但此时又显得陌生 曲总 身侧 宋青青叫了曲子霄一声 见他似乎没听到 不由抿了抿唇 也没再说什么 先把他们全都带回去审问 动手 不要伤及普通人 让他们先撤离 宋青青师兄不知道这几人复杂的心情 震了神色 他抬手 机会可遇不可求 他朝身后的特种兵抬了抬手 想要把伏迪南德这行人先带回去 机会可遇不可得 伏迪南德已经看见了他们 却没走 宋青青师兄心底有些奇怪 不过他没时间想那么多 直接跟宋青青打了个招呼 师妹 你们先撤离 跟领导说一声 伏迪南德是个危险分子 危险程度仅次于黑手党 领导这一行人在张罗着拍戏 今天是一场大戏份 何尘帮他找的这群群演刚刚好 不用演 身上的血煞之气就够重了 这场戏是秦修成和外族对抗的戏份 所需要的特效跟场景都十分宏大 还有大型爆破 所以才选择了M周 他拿着喇叭刚要说一句 前面就被带着重型武器的特种兵给围了 这是什么情况 领导一行人停下来 宋青青跟曲子霄也走到了边缘 压低声音 领导 这些是国际刑警 要抓他们 我们先走 不要搅到里面去 这些真的是穷凶极恶之徒 我师兄是马修大楼里的人 与此同时 宋青青师兄接近 面色冷凌 伏迪南德 先跟我们走一趟吧 领导也停拍了 伏迪南德的心腹脸上化了妆 还戴了假发 看到宋青青师兄那一行人 直接开口 老大 要动手吗 只要不是马修亲自来 他们根本就不怕 伏迪南德却不在意 不用 有人会收拾他们 谁 心腹一愣 他话音刚落 蹲在和尘身边同样看秦修辰演戏的李雨山 也看到宋青青师兄了 这几天 他都是跟在宋青青师兄后面 蹲新闻进度的 站起来 高兴地同宋青青师兄打了个招呼 宋青青师兄看伏迪南德他们不反抗 心底怪异感更重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 他偏了偏头 一眼就看到站起来的李雨山 他一愣 然后严肃且礼貌地开口 李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 我等陈姐一起回去 李雨山说到这里 还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和尘 宋青青师兄也自然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和尘依旧坐在小马扎上 宋青青师兄看过来的时候 他也随意地抬头 整张脸露出来 就有些不可忽视 看到他的脸 宋青青差点一个裂借 紧接着就有些腿软 您 和尘淡淡瞥了他一眼 后商还有一群人 伏迪南德不要动 宋青青师兄身侧的人看了和尘一眼 刚要呵斥 就被宋青青师兄拦住了 打扰了 宋青青师兄隔着老远 对和尘趋了一躬 然后再次按了一下对讲机 所有人撤退 转向后山 动静小一点 人来得急匆匆 撤退得更是干净利落 每两分钟 进阶撤离 剧组所有人 人员再度沉默 看向和尘的方向 心底都有一个谜团 国际刑警都来了 那烤肉的 和尘淡定自若 领导 接着拍吧 天要黑了 伏迪南德 没什么惊讶的 心里想着 还好今天这位脾气好 要是哥那位秦小姐 在场惹事的 一个都跑不了 至少要在床上躺三天 他继续跟着领导拍戏 刚刚拿着喇叭 骂得特别凶的领导 这会儿却不敢那么骂人 到晚上六点 这一幕场面 宏大的戏份才拍完 伏迪南德 一行人去换衣服了 伏迪南德 一行人 把脸上乱七八糟地 装擦完 又换回了自己的衣服 才过来找和尘 然而和尘 在看完秦影帝的戏份后 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伏迪南德 就跟秦影帝 又道了个歉 才离开 他离开后 压在整个剧组头顶的莫名压力 终于缓解 接下来的几天 和尘每天都会到现场 等秦修辰戏份拍完 他又悄然离开 几乎没有他来过的痕迹 他总有办法 让人注意不到他 秦修辰只是有一次卸妆后回来 在他的藤椅上 看到一只还带着露水的郁金香 曲子霄一直没找到机会询问和尘 直到快要回国的时候 他也没能跟和尘说上一句话 虽然没有从宋清清师兄那里得到消息 但曲子霄意识到 他抽屉里 关于和尘的资料可能不全 回国前一天晚上 曲子霄请宋清清师兄吃饭 饭桌上 他问了宋清清师兄这件事 你们还是不要知道的太多 宋清清师兄看着曲子霄跟宋清清 放下筷子 最后目光落在曲子霄身上 曲子霄不退不并 为什么 宋清清师兄想起总部的一条消息 何臣 身份S级全线七密 或许是看到了曲子霄谋里的执念 宋清清师兄摇头 又再度开口 挺认真的 你们跟他的圈子差距太大 问再多没意义 第六百四十九集 陈大老卷十四 你何臣有什么不敢的 曲子霄看着宋清清师兄 极力摒弃心里那一点点的怪异感 却没有再说话 只是微微垂了眸 眼底闪过一丝迷茫 是因为琴影帝吧 宋清清一手拿着筷子 一手垂在边缘 垂在边缘的手指尖狠狠地掐入掌心 只是她向来演技好 还能神色如常地同她师兄说话 听着宋清清的问话 她师兄却没再纠结这个话题 反而是看向宋清清 你现在还在学习吗 上次听说你想要考一二九的实习学员 准备去考吗 我有内线消息 今年有可能是陈鸟掌题 他是几位元老里最亲民的 题目不会很难 京城事变之后 每个家族都有折损的人 一百二十九也不意外地揪出了一心之人 欧阳威就是其中一个 眼下一百二十九位置空缺了好几个 今年的这场要比前几年好考得多 宋清清文言心中一动 她之前参加过两次上一二九的招心 有一次还是跟欧阳为一起 但一百二十九入室太难了 她从二十三岁考到现在二十七岁 四年没有一次能考入 若能考得进去就是愉悦龙门 无论是对她自身 还是对于娱乐圈来说 都是一个极强的热点 宋清清看了曲子霄一眼 攥紧拳头 低垂的眼眸思绪万千 第二天 曲子霄就回国了 曲总 这是您走后 前台收的快递 刚进公司 曲子霄就接到了前台的快递 私人快递 曲子霄到办公室之后 才拆开看了看 刚看到里面的东西 她整个人就愣住了 里面是一本绿色的本子 她跟合成的离婚证书 曲子霄看了半晌 然后把她装进外套的兜里 晚上 曲子霄回曲家看曲太太 询问曲太太的病情 在成卷系统性的治疗下 曲子霄离开的这段时间 曲太太没有发过一次病 饭桌上 曲太太一如既往地称赞 多亏有小陈 这孩子 昨天还给我寄了一堆东西回来 曲管家笑眯眯地 从厨房端了碗汤出来 少夫人一向心系 知道夫人您喜欢 齐老先生的画作 在M州出差的时候也不忘 两人一言一语 曲子霄坐在曲太太身边 她从曲管家那里知道 曲太太身体好了很多 本来今晚想跟曲太太 坦白她跟合成离婚的事 眼下却不敢说出口 只满腹心思地吃饭 吃完曲子霄去楼上 等她洗完澡 卧室的门就被敲响了 敲门的是曲管家 曲管家手里拿着曲子霄回来放在大厅的黑色外套 少爷 您的衣服 说到这里 曲管家抿了抿唇 半嗓后 沉沉开口 还有 您外套有东西掉了 这外套里的东西 就是离婚证书 曲子霄接外套的手顿了一下 半嗓后 低头 你知道了 少爷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曲管家有些难以置信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件事还有转环的余地吗 我去找太太 她 不用 看到曲管家要去找曲太太 曲子霄直接拉住她的胳膊 直接倒 这件事已经是定局了 就算是我妈也改变不了 我也根本不喜欢合成 说到这里 曲子霄忽略自己心底的那一点怪异的感觉 曲管家早点睡 她关上了房门 曲管家站在原地好伴上 才常常叹息一声 她转身 刚要去楼下 却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曲太太 太太 您 您都听到了 曲管家面色一变 曲太太深吸了一口气 不用管她 小陈值得更好的 她错了 不该强求曲子霄去喜欢合成 你明天去给我收集京城未婚的年轻人 曲太太看了曲管家一眼 要人品各方面都好的 我擒子来选 从今天开始 她也不会再强迫曲子霄了 M周的合成不知道曲家发生的事 依旧按部就班的每天准点来拍摄现场 直到8月3号 秦修辰拍完一场戏 助理送过来降薯饮料 她转身 让经纪人去给合成送去 刚转身 却发现领导的小马扎上 没看到合成的人 陈宇也朝那边看了一眼 上次她跟合成聊天 合成说她是秦影帝的影迷 剧组的人已经习惯了这半个月 合成雷打不动地过来看拍摄现场 没想到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到合成过来 陡然不在 确实有点不习惯 何小姐应该是回国了 经纪人说了一句 秦修辰微微汗手 晚上手工回酒店 秦修辰接到了秦燃的电话 然然 秦修辰接到电话 不由挑了眉 眼睛弯曲的弧度带了点温和 怎么现在给我打电话 秦燃现在特殊时期 每天要受无数人的问候 好在他们都知道秦燃耐心不好 不是打给城墓就是打给城隽询问 这一点 城隽也特地嘱咐过了 昨晚秦修辰刚问过城隽 秦燃这会儿找他 秦修辰料想应该是有事 有点事 你现在忙不忙 手机那头 秦燃在医院楼下 京城这会儿还是下午 他压低了声音 秦修辰拿着手机往房间走 开了衣柜门拿了睡衣出来 已经收工了 最近戏分不多 你现在可以去一趟医学组织拿个药吗 秦燃按着眉心 秦修辰脚步微顿 你说 臣姐受伤了 医院楼下人多 秦燃往花坛边缘坐下 眉眼笼罩着一层绿色 不过声音听起来一如既往 他没去医院 城水他们也不在M州 我让人在医学组织准备了药 其他人我不放心 挂断了跟秦修辰的通话 秦燃手握着手机也没进去 而是重新拨打了常宁的号码 常宁那边接得倒是快 常宁老大 秦燃也不等常宁说话 直接了当地问 臣姐到底在查什么 常宁刚要把准备好的说辞说出来 手机那头秦燃不紧不慢的 你最好想好再回答 M州这边 秦修辰开车去了一趟医学组织 拿了个医药箱 负责给他送药的人 还详细告诉他这些药怎么使用 秦修辰记性好 对方说了一遍 他就记住了 秦燃说得挺认真 秦修辰知道合尘 应该是在进行什么秘密性质的任务 没有多问 也没有告诉经纪人 合尘并没有回国 依旧住在酒店 他今天就穿着一件白色的长T恤 底下一条宽松的热裤 能隐约看到腹部乱七八糟地缠着绷带 还有浸出来的血迹 他也不在意 一手拿着啤酒 一手拿过来笔记本电脑 放在桌子上开始看电视 看的正是偶像二十四小时 综艺 放在一边的手机忽然响起 他看了看号码 是国内一串没有署名的号码 看了一眼 合尘收回 手机停了大概两分钟 又响了起来 合尘啪的一声把啤酒放到桌子上 然后接起 声音很平静 你现在在哪儿 那头的声音十分冷漠 夹杂着几分怒意 出差回不了 合尘淡淡开口 你是不是跟曲子霄离婚了 手机那头的人面沉如水 合尘笑了下 既然都知道了 就省得我再跟你们通知了 能听到那边喘了几声粗气 合尘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 不敢 不敢 不 你合尘还有什么不敢的 那边的人冷笑 复读一年 考到了S大 让你跟着你姐去考博考公务员 你不去 家里安排的路也不去 最后去报社上班 眼下被曲家扫地出门 你让我们合家的脸往哪里放 你姐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 谁不羡慕我 为什么到你这里 处处被人明里暗里 指着几两股耻笑 第六百五十集 陈大佬卷十五 能跟一群神仙打架的作品 合尘在一百二十九中 脾气算好的 但不代表他没脾气 闻言只开口 是 我丢您的脸 但我也没求你们生下我 那边似乎顿了一下 才不可置信地倒 你说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合尘把啤酒罐放到一边 一手按着腹部 因为动作过大 他牵动了伤口 额头冷汗渐渐冒出来 血迹透过纱布 已经浸到了白色的T恤上 我说 要不你登个报 我们解除妇女关系 他脸上的神色不变 冷静地开口 随后 也不管手机那头的声音 是怎样的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房间内只剩下 综艺节目的声音 合尘依旧靠在沙发椅上 过分冷白的手指 继续拿起啤酒 还没来得及喝一口 他就听到了门外的门铃声 他在门外挂了 免打扰的牌子 服务员应该不会 那么眉眼见利 门铃响了两声后 就消失了 合尘并不在意 他继续靠着沙发看电视 没过两分钟 播放着综艺的电脑显示屏上 忽然弹出来一个 巨大的对话框 直接占了电脑屏幕三分之二的面积 对话框白底黑字 诺大的三个凯字 几乎占据了整个对话框 去开门 解明恶药 除了秦染 没其他人能干得出来 合尘看了眼这两个字 手钝了一下 随机头疼地起来去开门 他原本以为外面的 会是盛水那些人 开门的时候丝毫没有心理负担 没想到一开门 就看到了戴着口罩 靠在门框上边的秦修辰 他正低着头 手指按着手机 应该是在跟人说话 酒店走廊的灯光不怎么明显 合尘最先看到的 是一道侧影 汇变如星 合尘恍惚了一秒 反应过来 秦影帝 冉冉让我帮你带些东西 你还好吧 秦修辰站在门外 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扯下了自己的口罩 看到了他T恤外沾上的血迹 精致地没担忧地凑起 秦修辰是个大明星 这两年在国际走的秦 眼下在M州也有人把他认出来 合尘直接侧身 让秦修辰先进来 还好 是冉冉让您过来的 秦修辰本来在门口准备把药物给合尘 并和他叮嘱好药性就离开 没就打算进去 他在这方面向来自律 在外拍戏 在没有摄影机的情况下 从来不会进女性房间 他站在门口顿了下 合尘是他侄女的朋友 再看看合尘过分苍白的脸色 秦修辰想了想便进去了 一进去就闻到了不算太浓烈的酒味 他抬眼看了看 合尘的房间不算整洁 桌子上摆了一排啤酒 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电脑上还播放着综艺节目 上面秦林正解了个鲁班索 其他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抱歉 有点乱 你要喝点什么吗 合尘走到小冰箱边 发现里面除了酒还是酒 勉强能看到被酒挤在最后的矿泉水 不用 秦修辰微微摇头 把手中的塑料袋放到桌子上 说话的时候微微跌了头 并侧身看他 冉冉说你不想出去 就让我拿了药 你自己可以处理伤口吗 他没有多问 也没说酒的事情 合尘顿了顿 可以 麻烦了 他的伤口在腹部 自己动手倒没什么不可以的 秦修辰闻言 轻轻汗手 眸光带着些无法言束的温柔 冉冉他跟担心你 不然也不会让他亲自来看一下 合尘看着秦修辰 他知道秦颖帝确实入传言中一样 对任何女性都保持距离 此时对他这么温和 不过是因为秦染 合尘拿着带着去卧室内部处理伤口 秦修辰不知道合尘处于什么境地 也不会打着为他好的言论去跟他说什么 只是看着周围挺颓废的环境 不由轻叹一声 合尘处理完伤口 再出来的时候 秦修辰已经悄然离开了 他摆放在桌子上啤酒罐 垃圾也消失了 只剩下三罐啤酒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上面 空气里的酒味也散了不少 秦修辰开了半边窗户 大厅内只剩下综艺节目的声音 上面景文表弟笑得夸张 节目气氛很是热闹 合尘已在卧室的门框上 却感觉不到一丝热闹的气氛 两久 当他再次走向沙发的时候 门铃声再一次响了 合尘脑子里瞬间似乎有什么炸开 他走到门边开了门 站在门外的还是秦修辰 他这次戴着的口罩没有扯下来 只看着他似乎弯起来的眉眼 能估摸到他在笑 他把手里装着饭盒的袋子 递给合尘 隔壁有个街是华人街 老板手艺不错 这是鱼片粥 我待会儿让诚哥把那边的联系方式给你 因为时间太晚了 秦修辰接了个电话就离开了 合尘站在门口 听着秦修辰和电话那边人说话的声音 他就知道对方应该是秦修辰 他笑了笑 最后又叹了口气 合尘关上门 坐到桌子边 一边看电视 一边打开盖子吃粥 不远处的手机再次响起 这一次 合尘没有再视而不见 而是看了一眼 是他的助理 他一手拿着勺子 一手接起 你的摄影作品 最后一点我已经处理好了 打印出来了 不过 助理那边顿了一下 你确定可以展出吗 对方可是秦修辰 这要是展出来 怕是要出大乱子 合尘又吃了一口 听到这句话 他想了想 才记起来这件事 放心 合尘向来不会掉链子 助理点了头 行 那我马上发给环球大厦 那些策展人 手机那头 助理挂了电话 身边的工作人员 激动地问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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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握紧拳头 同意了 我先去找他们 工作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坐在一边的凳子上 喃喃开口 这次可真热闹了 京城 环球大厦总部 这是国内第一次举办世界顶级摄影展 这不仅仅是一场展览 更是步入世界级别舞台的象征 姿势重大 里面每个作品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摄影大师震撼之作 还未正式开始 就有无数记者跟进 团队审核人都是大师级别人物 只有一位审核人是花国人 他坐在办公室 不由按着额头 挺头疼的 国内摄影师全军覆没 最高一个只拿到了五个通行票 能送进这里的展品 至少要通过一半策展人的通行票 其他高层文言也沉默一下 花国作为东道主 竟然没有一幅画能入展 这件事 怕是要成为各大媒体的谈资 国内影响也不好看 也不能随意放一幅作品进来 环球大厦的摄影展 是国内的第一座里程碑 入选的作品是经过全球的挑选 神仙打架 就算国际上其他策展人 给东道主面子 随便放一个作品进来 到时候一个不好 就成了公开处刑现场 花国这位审核人正头疼着 外面有人敲门 周先生 有新的作品寄过来了 新的作品 审核人跟高层面面相去 都快要到审核的尾声了 还有新作品 谁的 工作人员手里抱着个 包装好的作品 开口 和 几年前在美国摄影展 锋芒毕露的那个天才摄影师 凭借着三张风光图 一举成为十大风光摄影师 可惜 那次之后 他隐匿了好几年 国际好几个摄影展都没能邀请到他 这次环球大厦的总策划也邀请了和 但也没有抱他会来希望 没想到最后交稿的几天 他竟然出现了 他有新的作品了 审核人激动地站起来 这次是什么 其他高层也围过来 和在摄影界名气很大 尤其他那三幅天价风光摄影作品 依旧是圈子里的美坛 都是圈子里的人 自然好奇他这次又带来了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 抱着作品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图放在桌子上 开口 听送货的人说 这次是一张人物图 人物图 高层跟审核人本来热情激荡的心 因为工作人员的话又再次落下来 谁都知道何是个风光摄影师 风光寄情于景 人像寄情于人 树叶有专攻 顶尖风光摄影师拍人像肯定不会太差 但他拍出来的人像肯定比不上他的风光图 现在他们要的不是不差 而是一个能送上展览能去跟一群神仙打架的作品 沈和人遗憾地叹了一声 他收回目光 怎么就寄了个人物作品过来 工作人员已经拿剪刀剪包装的纸盒